差点迟到 你知不知道 哥 是我 你怎么来了 我帮你收面当 你放着就好 你可不可以听我说一下 找你找了两年 你连一句话 都不会愿意跟我说吗 你来月春如果是想要让我 跟你一起回去的话 我现在就跟你说 不可能 我知道你在怪我大洋铁的件事 可是我没有选择 哥 知道吗 我十岁的时候 来到作家 你一直就是我最心爱的那个人 你不想回去的那个家 我也不想回去 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 安安静静的 在一个游泳的地方 可以吗 我保证 我绝对不会告诉张婷 你在月春 也不会提前你已经结婚的事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走 你只要记得 你是我妹妹 我们可以是永远的亲人 除此之外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 所以 我可以跟你一起留在月春吗 你跟起来 visiting 你追 你 你 你